大家好,我是白鹿,欢迎来到白鹿的人伦影院 今天继续我们的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系列 它是第五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影片 它是全明星电影的开山之作 它虽然是一部电影,却用典型的戏剧结构 向我们讲述了同一地点,一天一夜中发生的悲欢离合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1932年的电影 大饭店 德国、柏林奢华的大饭店里 虽然整个国家笼罩着经济危机的阴影 但大饭店还是迎来送往熙熙攘攘 地下室里的接线员们紧张地忙碌着 把声波传递给在听筒另一端等待的人们 而此刻,我们故事的主人公们正轮番地走到公共电话前 诉说着自己的经历和遭遇 克林格兰是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 他刚刚被诊断出绝症,时日无多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不想再回到家乡了 勤俭了一辈子的他,想要住在这间柏林最贵的大饭店里 好好挥霍,享受余生 普莱辛是一个知名的企业家,纺织界的巨头 他即将在大饭店和其他公司进行一场重要的谈判 这场谈判的成败决定了他能否拿下曼切斯特棉花公司的订单 而这关乎着他整个企业的命运 格鲁辛斯卡亚是一名俄国的芭蕾舞演员 他年轻,漂亮,靠优雅的舞姿获得了无数人的喜爱 此刻,格鲁辛斯卡亚的仆人苏珊蒂在带他拨打电话 美丽的芭蕾舞演员似乎遇到了什么难题 他彻夜失眠,拒绝排列,也拒绝表演 最后一个打电话的人是男爵冯盖根 可与他的身份大相径庭的是 打着电话的他说自己非常缺钱 为了筹钱,他似乎在和电话另一头的人筹划着什么 随着音乐蓝色多脑盒的响起 镜头切换到了大饭店的前厅 主角们再一次粉末登场 冯盖根男爵责备服务人员今天忘记了帮他遛狗 但一字一句没有丝毫的傲慢 反而客气礼貌 商人普莱辛和名叫茨诺维特茨的律师攀谈 二人说起即将于萨克逊尼亚公司进行的谈判 茨诺维特茨律师建议普莱辛在谈判时尽量保持乐观 同时不要提起曼切斯特的事情 可普莱辛却说自己一直都是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做生意的 他是诚实的商人从来不隐瞒任何事情 克林格兰神色痛苦的抱怨前台 因为他衣着寒酸而给他安排了一个普通的房间 在他的要求下 管理人员重新为他调整了大饭店里最豪华的176号房 空间大位置好还附带一个室内酒吧 听到这个安排克林格兰露出了满意的神情 这时一位美丽的小姐走进了前厅 她的名字叫做弗兰明 是普莱辛新招的打字员 走廊里克林格兰正在和冯盖根男爵聊天 克林格兰说他身患绝症时日无多 这次出来他把自己的棺材本都带来了 为的就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光过得开心快活 冯盖根表示认可 说人生苦短 及时行乐也是自己的座有名 在整段交谈中 克林格兰表现得谦卑 畏缩 可冯盖根却一直彬彬有礼 对他尊重有加 没有露出丝毫轻视之意 冯盖根说 他把克林格兰当成自己的朋友 克林格兰回房后 冯盖根又走过去 和一旁等待普莱辛的弗兰明攀谈起来 显然冯盖根对这位年轻漂亮的小姐产生了兴趣 不过 弗兰明却矜持地要命 但在冯盖根的魅力作用下 不出几个回合 风度翩翩又幽默有加的他 就俘获了弗兰明的心 两人相约 明天下午五点一起在楼下的黄厅跳舞 而当弗兰明听说了冯盖根男爵的身份后 他显然更加春心蒙动了 毕竟一个小小的打字员的收入 微薄的可怜 甚至有时候一天只能吃上一餐饭 与此同时 同一层楼的170号房间 芭蕾舞演员格鲁辛斯卡亚正饱受折磨 自从来到柏林 观看他演出的观众一直寥寥无几 没有鲜花 没有掌声 这样冷清的场面几乎快要将他逼疯 今晚他无论如何也不想上台去面对自己的失败了 他拒绝出门 拒绝表演 拒绝去剧院接受羞辱一般的场面 即便是演出经理甩出合约也无济于事 最后还是大家合伙骗他 说剧院门口早已排起长队 坐无虚席 而且来的人都是达官显贵 格鲁辛斯卡亚才重新换发生机 起身化妆 更换衣服 开始准备今晚的演出 格鲁辛斯卡亚离开后 一个司机模样的男人来到了男爵的房间 语焉不详地要他赶快行动 原来表面上风光无限的男爵早就因为赌博 输光了家产 沦为窃贼 他所在的盗窃团伙盯上了格鲁辛斯卡亚的珍珠项链 万事俱备 只等男爵行动 男人表示老大对男爵的拖延十分不满 今晚他务必要戴着珍珠项链返回阿姆斯特丹 商人普莱辛的房间里 弗莱明开始了他的打字工作 显然被美色诱惑的普莱辛总是心不在焉 他出演调戏漂亮的姑娘 弗莱明收放自如地应付着普莱辛 又可以在不经意间把谈话切回正题 见言语调戏无效 普莱辛直接握住了弗莱明的手 幸好这时有人进来送信 才打断了普莱辛的恶行 而普莱辛在看到信的瞬间脸色大变 他和曼切斯特棉花公司的生意谈崩了 这意味着与萨克逊尼亚公司的谈判也即将失败 如此一来他的整个企业也即将垮台 今晚的工作也没有必要再进行了 终于可以远离讨厌的普莱辛 弗莱明兴奋不已 他巴不得明天的工作也不要再进行 免得耽误他和男爵冯盖根的约会 冯盖根开始实行他的偷窃计划了 他沿着大饭店的外墙 爬进了格鲁辛斯卡亚的房间 一路畅通无阻 很顺利的就拿到了那条珍珠项链 可在他准备离开时来到阳台 思考人生的普莱辛 却挡住了他的回路 冯盖根只得暂时躲进格鲁辛斯卡亚的房间 另做打算 可就在这时 因为观众依然寥寥而霸眼的格鲁辛斯卡亚 突然回来了 往日荣光不再 让九富盛名的舞蹈演员痛苦不已 他穿着芭蕾舞裙 心碎的已在门边 连演出经理要取消合同的威胁 也充耳不闻 只说着自己想要一个人安静地待一会儿 所有人都离开了 房间里只剩下格鲁辛斯卡亚自己 和藏在柜子里的封盖根 黑暗中 格鲁辛斯卡亚脱下了自己 曾经最真爱的白裙和舞鞋 被观众抛弃的挫败感 让他痛无欲生 一个不能再跳舞的芭蕾舞演员 是不会有人爱的 他什么也不能做 除了离开这个世界 万念俱灰的格鲁辛斯卡亚决定 结束自己的生命来获得解脱 就在这时 一直躲藏在柜子里的封盖根出现了 他无法目睹一条美丽的生命在自己的眼前结束 因此他冒充成了格鲁辛斯卡亚的狂热追随者 说自己冒着被抓的风险 就是为了呼吸一下他呼吸过的空气 缝盖根让拥有别人梦想中的一切的格鲁辛斯卡亚 不要再哭泣 他问你是谁 他回答 一个能一生一世爱你的人 一个能忘记一切 但唯独不能忘记你的人 我以前竟然不知道你是这么的美丽动人 我想把你抱在怀里 不再让你受到伤害 不要再哭了 忘记这些不愉快 让我留在这里陪伴你 也许是他此刻太需要一个能够喜爱与陪伴他的人了 格鲁辛斯卡亚无暇考虑 这个男人所说的话到底是真是假 便就允许了缝盖根今晚留在自己的房间 另一边 柯林格兰终于过上了梦想中挥霍无度的生活 香槟 女孩 鱼子酱 漂亮的银器 他喝得鸣鼎大醉后 回到自己豪华的套房里 想着人生只有这样才算了无遗憾 便进入了梦乡 新的一天开始了 人们也开始了各自的忙碌 普莱辛正在与萨克逊尼亚公司的代表 进行公司合并的谈判 他不断地夸夸其谈 又对曼切斯特的订单讳莫如深 可显然 对方公司只关心普莱辛的公司 能否拿到曼切斯特的订单 双方拉扯了整整一天 眼看谈判就要破裂 普莱辛选择说谎 假称自己白天只是为了试探对方的诚意 其实和曼切斯特棉花公司的交易 早就已经谈成了 就这样 双方签订了合并协议 只是普莱辛的所作所为 与他自己所宣称的信任和诚实相去甚远 而这一整天弗兰明一直心不在焉 他满心的期待都是下午五点和冯盖根男爵的约会 可此时 冯盖根的心却完全不在弗兰明这里了 他和格鲁辛斯卡亚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 经过这个晚上 格鲁辛斯卡亚终于走出了痛苦与阴霾 爱的滋养让他重新焕发了生机 他正在兴致勃勃地向冯盖根讲述自己过去的雄心 那时的他娇小柔弱 但一直坚定 所以很快就名声大噪 看着格鲁辛斯卡亚真诚而炽热的目光 冯盖根也说出了自己的全民和自己的过往 他不愿再继续欺骗格鲁辛斯卡亚 于是他告诉了对方自己如今的真实情况 一个赌徒 一个戒贼 一个属于监狱的罪人 一个会死在绞刑架上的罪大恶极的人 说着他掏出了昨晚在格鲁辛斯卡亚房间里头的项链 格鲁辛斯卡亚震惊不已 他以为自己收获了一份爱情 可这竟是一场骗局 但冯盖根却说 他如今无论如何也干不下去了 因为直到现在他才明白 什么是爱 他爱上了面前的这个美丽脆弱 拥有着无穷力量的女人 格鲁辛斯卡亚的双眸中情绪复杂 但最后他还是选择原谅了这个 让自己坠入爱河的男人 两个人紧紧相拥 深深亲吻 冯盖根的出现 让格鲁辛斯卡亚迸发出了丧失已久的活力 阴霾的天空变得晴朗 往日难以忍受的排列和空空如也的观众席 对他来说也不再可怕了 他告诉冯盖根自己即将要坐火车去维也纳演出 他希望到时候他可以陪自己一起去 冯盖根答应了他 说自己会处理好在柏林的一切 到时候两个人在火车上捡 下午五点大饭店皇厅的舞会开始了 弗兰明和克林格兰都准时到了楼下 过了一会儿冯盖根也到了 可此时他的心中除了格鲁辛斯卡亚 再也装不下其他人了 于是他勉强与弗兰明跳了一曲后 就借口为了让重病的克林格兰高兴 把他推给了对方 这时折腾了一天的普莱辛 也来到舞会寻欢作乐 可刚一到会场他就被克林格兰拦了下来 原来克林格兰是普莱辛公司的员工 多年来他拿着廉价的薪水 给普莱辛当牛做马 可在他生病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 普莱辛就给他写信表示要解雇他 他早就想找普莱辛说到说到了 正好在这里狭路相逢 可普莱辛傲慢至极 说克林格兰向公司请病假 却在柏林享受着 远远超出自己财力的豪华娱乐 说不定就是盗用了公款 这样的侮辱让克林格兰无法承受 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工作和人情事故 他都不必在乎了 克林格兰大声地说 普莱辛是攀上他的岳父 才能有此成就的 又冒光了他在公司账本上的猫腻 此时的他是自己的主人 没有什么可以束缚他的 他觉得这是他这辈子最痛快的时刻 比在大饭店灰筋如土 要痛快的多得多 因为和签署和病协议的公司 撒下了弥天大谎 普莱辛需要亲自前往曼切斯特 与棉花公司重新谈判 他找到了弗莱明 希望他可以做自己 英格兰之行的秘书 当然一切不言自明 自然不仅仅是做秘书那么简单 在生活所迫之下 弗莱明答应了普莱辛的要求 而迫不及待的普莱辛 当晚就给弗莱明开了一个房间 在自己房间的隔壁 克林格兰邀请冯盖根今晚和自己一起去赌场找找乐子 看着好友 冯盖根只得承认自己已经身无分文 因为冯盖根是自己来到大饭店后 第一个愿意尊重自己的人 于是克林格兰掏出了钱夹 说自己愿意帮助他 可向来要面子的冯盖根 不愿接受朋友的施舍 他决定和克林格兰一起去赌场 碰碰运气 赌场上 克林格兰似乎驱散了自己生命中前几十年的全部霉运 引走了台面上所有的钱 可冯盖根却手气极差 输得精光 盗窃团伙的男人 刚刚又催了他一次 想着要和格鲁辛斯卡亚远走高飞 他不由地盘算起了接下来的计划 赌局结束了 克林格兰意犹未尽 他拉着赌桌上的客人喋喋不休 大发感慨 可也许是由于过于激动 克林格兰突然晕倒了 好在医生检查后并无大碍 冯盖根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 这时冯盖根看到了克林格兰掉在地上的钱夹 走投无路的他 悄悄将好友的钱夹踹进了自己的口袋 可另一边清醒过来的克林格兰 发现自己的钱不见了 崩溃不已 那是他一辈子精打细算 省吃俭用 攒下来的积蓄 他未来的生活全要靠这笔钱 他要用这笔钱换自己最后的快乐时光 看到克林格兰焦急地四处寻找 冯盖根终于于心不忍 于是他又拿出了之前偷偷藏好的钱夹 见自己的钱财失而复得 克林格兰的兴奋溢于言表 夜深了大饭店却依旧没有安静下来 格鲁辛斯卡亚重返舞台 他今晚的表演大受好评 热心的粉丝们给他送来了很多话来 弗兰明来到了普莱辛给他安排的164号房间 这间房与普莱辛自己的166号房间内部连通 借口一起收拾行李 普莱辛开始对弗兰明动手动脚 这时普莱辛注意到有黑影潜入了他的房间 来人正是迫在眉睫的男爵 冯盖根 见冯盖根手握自己的钱夹 普莱辛明白了一切 他大声怒斥着对方的罪行 又抄起电话狠狠地朝冯盖根的头部打去 没几下过后 冯盖根竟然停止了呼吸 目睹了一切的弗兰明惊恐不已 他找到了已经熟睡的克林格兰 并告诉了他刚刚发生的一切 此时的普莱辛正筹划着该如何脱罪 见克林格兰到来 他先是说冯盖根一定和弗兰明是一伙的 一个负责诱惑自己 一个负责透东西 他希望克林格兰可以帮自己做伪证 一条生命的逝去 在他看来无关紧要 他只在乎自己会不会深陷丑闻 普莱辛苦苦哀求着自己曾经鄙视不已的克林格兰 克林格兰自然不会原谅这个曾经伤害自己 又杀死了自己好友的人 他果断地给警察打了电话 第二天一早 有人带走了冯盖根男爵的尸体 普莱辛也被警察带走了 166号房间工业巨头谋杀男爵的消息 几乎传遍了大饭店的每一个角落 没有人知道这桩谋杀案为何发生 似乎也没有人真的关心 弗莱辛默默地坐在房间里抽烟 克林格兰来到了他的身边 他们怀念着冯盖根生前的友好与善良 弗莱辛说如果不是为了钱 他根本不会多看普莱辛一眼 克林格兰理解弗莱辛的感受 因为他也是过过艰难生活的人 克林格兰和弗莱明决定 在未来的日子里结伴旅行 另一边 格鲁辛斯卡亚一直没能打通 冯盖根房间的电话 担心不已 为了能让他顺利登上前往维也纳的火车 苏珊蒂和舞台经理 决定让饭店的工作人员帮忙 暂时隐瞒冯盖根去世的消息 在一伙人的劝说下 格鲁辛斯卡亚终于相信他会在火车上 与缝盖根重逢 于是他带着微笑与希望登上了门外的汽车 旧的客人离开了 又有新的客人入住 大饭店依旧热闹 依旧喧嚣 迎来送往 一切像从未发生过一样 大饭店是由爱德蒙德·古尔丁之道 葛丽泰·家宝 约翰·巴里默尔等主演的美国电影 于1932年上映 影片改编自维吉鲍姆的同名小说 曾获得1932年第五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奖 作为30年代初期米高梅公司首创的全明星电影的代表作 大饭店有着豪华的演员阵容 无数即便在今天我们也耳熟能详的巨星都曾在这部电影里亮相 就连在影片中戏份极少的一生一绝 都由知名演员刘亦思通作证 对于当时的观众来说 这注定是一场视觉上的盛宴 同时这部影片中的多线叙事 人物命运的纵横交织 以及故事结尾 欧亨利式的意外结局 也堪称精彩 面临事业危机的芭蕾屋女星 嗜赌的男爵 贪婪的企业家 苦苦挣扎于生活与诱惑间的职员 患上绝症的小人物等人 以三线交错的方式 上演着人生的悲欢离合 总的来说 大饭店这部电影 虽然叙事手法中规中矩 场景局限在同一地点中的一天一夜 但盛在剧情发展流畅 人物穿梭流动自然 演员们也都奉上了极佳的表演 其中家宝的那句 I want to be alone 更是成为了他本人神秘 冷艳 性感 而神经质的象征与标志 也许每个人都是大饭店中的过客 这里将永远迎来送往一切如常 但如果在这里发生的一切 可以对一个人的命运 有哪怕一点点向好的改变 那便是最好的事情 好的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关于这部电影 您还有什么观点和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谢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